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周浩雪姨 转眼间又到了一年的7月份 暑假的第一个月 甜盖上市的好季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甜盖呢 人送外号小甘蔗 说的明白一点 它就是高粱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高粱呢 我见过高粱没见过长这样的 这其实跟普通的高粱盖 看起来也差不太多 不一样的是 它的盖吃起来是甜的 非常甜 反正比普通的高粱盖要甜 所以它又叫做糖高粱 不过它确实是可以拿来做糖 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 看看甜盖跟甘蔗 主要是口感上的味道上的 当然了这个季节的甘蔗 大家也知道不甜 这是硬伤 现在我仔细的一看 发现这个甜盖的10块钱一斤 这个甘蔗8至10斤 28块8 这个甘蔗还便宜一些 首先这个甜盖的吃法 跟甘蔗是差不多的 这外面从皮包了 就可以吃了 简称包皮 不像甘蔗的皮那么硬 这个用牙就可以咬起来 非常轻松 其实我觉得它跟甘蔗是差不多的 首先它这个 一股清香就跟甘蔗非常香 咬一咱在最下面这一点 翠绿翠绿的 嚼上去的感觉就跟甘蔗非常香 只不过它稍微的软一些 更好嚼一些 不像这种甘蔗非常的费牙齿 嚼着这口腔也不好 跟甘蔗一样也是要嚼一嚼 吐不去的 把我们再说废话 它这个甜度也是很高 感觉刚才这种正常季节的甘蔗 差不多了 嘴分也是比较多 虽然我刚才说很软 但是至少嚼起来的还是很有感觉的 太贵 他说我们这为什么没人种这种甜肝呢 我只见过普通的高粱 我觉得它这个味道跟甘蔗有个八成像 现在我们再来尝尝这件甘蔗 从海南运过来的黑皮甘蔗 你猜它们是怎么发过来的 这么老长一根 裹一层泡泡纸就发过来了 我去 我拿到快递的时候已经傻眼 如果甘蔗也这么啃的话是不太好的 比较结实一点 很容易弄伤自己 感觉剥皮还是蛮顺畅的 跟我想象的那种甘蔗不一样 上面那点不要有点干了 首先店家非常的诚实 他直接就跟我说不甜 然后我毅然决然的还是买 结果我吃上去感觉还好 还凑合 我也说完全没有甜味 确实没办法跟当季的那个甘蔗比 嘴巴还可以 感觉都挺好吃的 只不过这个东西你吃错之后 你的口腔就会更难受 磨的到处都是泡 这个我感觉就好一些 你说人类为什么要吃这么麻烦的东西呢 先剥皮 剥完了咬一口 使劲嚼 嚼完再吐出来 为什么喜欢这样干的 好吃啊 正所谓吞吞吐吐进进出出 我怀疑你在开车 还是当季的甜肝 也不是当季的甘蔗好吃 它甜比它味道好 其实呢我之前一直以为 这个甜肝它就是淡淡的甜味 吃的就是一个意思 因为我也没看到很多人吃 而像甘蔗我觉得可能会好吃一些吧 毕竟这玩意为什么没流行起来呢 突然想到了一点 如果是老年人的话 吃甘蔗可能是不太好嚼的 吃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压力 给你们讲个笑话 以前呢我小时候在吃甘蔗的时候 也是在像这样剥皮 剥着剥着 我发现甘蔗是什么红红的呢 难道我牙龈出血了 结果长大了以后发现 是他出血了 不是我出血了 我就想问为什么会有人问 吃了能避孕吗 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呢 我很好奇 网络上难道关于这个甜肝 有很多的谣言吗 这玩意好像还能酿酒 我就想问大家 谁喝过甜肝这样的酒 可能会很好喝嘛 甘蔗酒有没有 吃着玩儿吐的还挺麻烦的 那么问题来了 嚼剩的甜肝该扔哪个垃圾桶呢 我就感觉这个渣子在嘴里面 就感觉很不舒服 这个时候我不喜欢吃甘蔗的鱼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 各有优缺吧 你看这个又黑又粗 你看这个又轻又长 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了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 收藏来一波 希望大家多多频道 如果你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那么就明天再见了 拜拜